老薛现在在四川成都的葵星街 这边有一家糖油果子非常不错 咱们今天就去看一下 品尝一下 和好的糯米面搓成烫园般大小的圆坨坨 并且放在干净的湿布上 这样的话不会粘在这个托盘上面 锅里面放的是油和红糖 小火耐心的搅拌直到把糖融化掉 火不能太大 油温不能太高 不然的话糖就会变苦 等到每个汤圆都充分裹上糖 并且起了一层翠翠翠的东西 就可以起锅了 然后再撒上一层白芝麻就可以了 你来给他两个转一层 28一起 小 我下面的小粉包 这个是小粉包 28一起 来穿几串我看看你会穿吗 你会穿吗 你穿两串我看看 哎哟 挺利爽的啊 嗯 挺棒啊 一开始在什么地方干 一开始我们就蹲三轮嘛 但是就在对面 蹲三轮嘛 啊 蹲三轮 都有很多老买子的 我们最开始 一开始做饮没有现在好呀 以前我感觉都差不多嘛 反正像我们蹲三轮 都是做出名气来 好多就本地人啊 都找来吃 我们的糖又果子啊 啥说呢 哎呀 其实都是卖本地人 最主要 同时有一次最小的人呢就是 很多次嘛 人家开车来停到路边来买一串油果子 找了两个华丹 睡得要死 所以这一条街人也少 都是老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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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 四块钱是吧 车等我先把钱付完 这个 这个袋子我就不要了 以前是劳动小动手 老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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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是糯米的 油炸的 我看在炸制的过程中 然后放的这个红糖 挺甜 真不错 有一种那个糯米和红糖 混合在一起的特殊的香味 这边基本上都是 要吃 老学专门是下午过来的 如果到了晚上 这边应该就是人起人的那种状态 不管是本地的 还有一些旅游的 过来玩的 人非常多 行吧 咱得祈祝到这里吧 朋友们